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近日访问越南 双方的军事合作引起广泛关注 据俄新网6号报道 邵伊古表示 俄罗斯将帮助越南建立潜艇部队 俄罗斯今年交付的两艘潜艇 将使越南潜艇部队出具出行 邵伊古近日在河内 与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 防长冯光青进行了会晤 邵伊古在会晤结束后说 今年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越南的海军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潜艇舰队即将诞生 2009年越南向俄国营武器出口公司 订购了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 合同金额高达20亿美元 计划2016年前完成交付 来自俄军工系统的消息人士 五豪透露 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内 向越南海军交付首批两艘潜艇 今年还将有另外两艘潜艇下水测试 随着首批潜艇在今年服役 越南的潜艇部队 也将随之逐渐成型 俄罗斯出售给越南的潜艇 是世界上噪音最小的潜艇之一 水下排水量3100吨 水下航速20节 最大前身300米 6艘潜艇上将全部装备 被称为水面舰艇克星的俱乐部S 潜射反舰导弹系统 潜艇的到位将增强越南海军力量 据邵逸谷透露 他与越南防长探讨了潜艇建造 与船员培训同步进行的问题 越南青年报等媒体说 目前越南有两艘1997年 构自朝鲜的鲑鱼级V型潜艇 越南海军可以利用V型潜艇 进行仙气人员培养 另外由于潜艇基地施工难度较大 越南在引进击落级潜艇的同时 也请求俄罗斯协助建设潜艇基地 据加拿大汉河防务评论披露 越南海军已经确定 在中南部庆河省的崖庄 兴建潜艇基地 以容纳俄罗斯提供的大型潜艇 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则表示 越南将继续进口俄罗斯武器 俄罗斯报指出 越南是俄罗斯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的 最大进口国之一 进口范围十分广泛 从苏30MK2到萤火虫级巡逻艇 击落级潜艇猎豹护卫舰 此外 俄罗斯与越南还在加大军事技术合作的力度 共同研制与生产无人机和反舰导弹 因此 俄罗斯媒体称 越南将成为俄罗斯在亚太的主要军事合作伙伴 而俄罗斯防长 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越南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